那我今天会带来一道 用茶叶入菜的坠机 那主要因为茶叶它有工夫的维生素系 是 还有氨基酸 那不只可以泡茶 它又可以入菜 那在最近这几年的餐厅 会慢慢地用这些食材来入菜 是啊 尤其我们华人都很喜欢喝茶 那茶文化在我们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那如何用这个各种不一样的茶 像我们知道像红茶 很常被用到我们的烘焙蛋糕里面 那什么阿萨姆红茶 甚至就是像菊花茶 这些桂花茶这些都有 就会它会去解腻嘛 那在我今天来讲 绿茶是比较适合做凉拌的 那红茶比较适合做 类似乳蹄膀 就是比较重口味的 而且颜色也会比较漂亮 香气也会比较主动 了解 所以说我们绿茶跟红茶 刚刚文生有提起来 如果你要那个像卤味的话 他会建议呢 用红茶 对 它的香气 然后它因为它是 红茶算是熟的茶嘛 是是是 那我们这龙井算是生茶 对 就是绿茶 所以说这样子的绿茶系列呢 就比较适合用来呢 做我们这种比较清淡的料理 对不对 OK 那因为在餐厅来讲 醉鸡它价格比较高 那其实它没有什么 撇步就是只要把鸡肉卷起来 那我们这里有使用了中药材 是 那我们今天有使用到红枣 窗窗窗 窗窗 然后还有当归 人参 还有枸杞 那这是比较常见的药材 那今天我们有使用到米酒 跟那个绍兴酒 那今天的酒我们不会用太多 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要揉茶香 那茶香 我今天会使用水 那大概在85度到90度之间 让茶会释放出来 那温度太高它会变苦 那温度太低它会变成说 味道出不来 味道出不来 那我们现在现在做这部分 水 给加热 OK 就像煮茶一样 对 就是说85度C是 是 那茶叶的量不要过多 不要过多 我们就 因为你过多的话 它味道会变得太重 就是很不自然 其实醉鸡这道料理很适合 就是说平常就可以吃 但是我觉得醉鸡 让我最喜欢的就是呢 我可以呢 就是说先做好 然后放冰箱 然后有朋友临时说 我在你家楼下 我要来挣个饭 我说OK 上来吧 因为我家有醉鸡 对 我觉得它是属于一道 这个随时可以欢迎客人的那个 佳肴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观众朋友呢 今天要仔细看我们 文生怎么教大家做这么简单 又这么方便的料理 如果不要吃鸡肉的话 我们可以把鸡肉换掉 那换成虾子 或是其他滴的都OK 温度 差不多了 我们就把水加进来 大概要泡多久呢 跟一般泡茶一样 对 我们待会儿会把它移到冷藏 那再来是药酒 那我们药酒有使用到绍兴 米酒 红枣 好 我们把这些中药材啊 川虫啊 红枣啊 冬菇啊 人参虚啊 枸杞啊 都一起都放进来 还有冬菇片 那今天主要我们的人参 不要用太多 因为它太多它会苦 会太补了啦 对 不适合大补喔 那一点点枸杞 好 这眼睛很好的 好 养肝明目的枸杞 那我们一样给它加热 好 所以这都是我们待会儿 要浸泡的那个 像滷汁一样嘛 那待会儿这个的酱汁 会跟茶叶拌在一起 那主要我们今天绍兴 没有用太多 是因为我们要让茶叶的香气 更多 那我们肌肉 那外面做起来像卷的那个 都会感觉看起来比较精致 那其实没有什么困难 就是我们把 四瘦回来的鸡腿 可以请菜商帮我们去骨 是 那在鸡肉上面 我们会稍微的给它断筋 断筋 那待会儿它煮起来 它就不会缩 它缩起来 它会变成说 它鸡肉会变成很小支 我们的药酒已经好了 那我们把我们的药酒 一样倒进我们的茶叶里面 因为本身药酒它是没有味道 那你的味道也不能加太多 你如果加太多它 会变成说都在吃这个咸味 那我们就是盐巴一小匙 然后糖 一小匙 那这样就好 稍微让它浸泡一下 那鸡肉的部分 我们也是要做调味 那因为本身肉 你给它腌制过后 然后再加一点酒 它的腥味会不见 那我们一样是盐巴 然后一样一点点糖 那一样就是轻轻给它按摩 那腌制好后 我们把它放旁边 那我们就会使 把鸡肉放在铝箔纸上 那鸡肉 我们肉朝上 肉朝上 然后把皮朝下 皮朝下 那我们在卷的过程中 就是稍微往前压 那往后 往前压 就是一直压它 就有点像我们在卷 那个寿司饭一样 那稍微给它平均 平均一点 是 那我们把旁边 这部分给它稍微捏紧 那一样我们再用一层 让它更 不会 更不会缩 那一样 两只手用不同的方向给它卷 就像我们会做糖果的朋友 就知道 就是这样把它捏成像糖果的样子 就是右边是往上的话 左边就往下卷 是 那我们鸡肉的部分 我们会放进蒸笼 这样大概要蒸多久 就水滚嘛 如果你保险一点 我们是会蒸15分钟 好 蒸15分钟之后 然后让它闷着 对不对 然后要食用的之前 它一定是要冷却 或者放到冰箱 我们一定要等它冷了之后 我们再来切的话 形状就会更漂亮 就是圆咚咚的 那我们把鸡肉 从蒸笼里面蒸熟后 就是把它泡在冰块里面 那它有一个降温的功能 那降温的功能后 它的肉的话会比较 比较Q弹 好 那我们降温后 我们降温两个小时后 我们就把肉拿出来 然后把一个铝箔子切掉 这样放下去 它会没办法泡到全部 我们就把药酒 那我们要麻烦 把它装进来 那我们把药酒都装在袋子里面后 我们把鸡肉放进去 那给它封起来 放在冷藏 鸡肉跟这个酱汁放在一起 然后冰两天 让它味道入味 好观众朋友 我们整个蒸熟了之后 这个泡的汁也冷了 然后两边都要冷 不要一冷一热 两边都要冷 放下去 然后用保洁膜盖好 或者你有一般的玻璃容器都很棒 下去让它腌个两天两夜 好 之后你就可以来食用了 清除了吧 那像如果我没办法吃完的话 然后我们就是把它冰冷冻就好 不会吃不完啦 我现在就觉得很想吃了 好 我们这个年轻的Vincent 真的非常可爱 你看 观众朋友看到我们今天 一个最继的成牌 当然切就是 切薄片就可以了嘛 可是呢 要怎么样 让它在餐桌上 显出它更有价值呢 然后更吸引 就是吃了人的这个性质的时候呢 你们不妨呢 选一个比较有趣味性的这个容器 然后像Vincent这样 把它像花瓣一样 一朵一朵的展开 那因为肌肉本身呢 它外围跟里面的颜色 也是不一样 有层次 就很像花一样嘛 所以Vincent就用这样子的呈现 甚至我们把一些茶叶 都不要丢弃 它泡染了之后呢 也可以让整道的这个佳肴呢 看起来呢 层次更丰富喔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